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蕊 如果你想了解最新最权最火最暴走人的资讯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在这个看连的社会 好声音却能够单纯的根据声音来选人 在这样的宗旨之下自然是非常受欢迎的 于是一开播就在全国刮起了热潮 这一档节目也因此走出了不少当红的歌手 比如大家熟悉的张碧晨 极客俊逸等等 不过今天要讲的这位比较特殊 他很是大牌 大牌自然是有不一样的含义的 因为节目组请了他三次 他才答应要来 而且是勉强同意的状态才来的 早在好声音的第一第二季的时候 周深就接到了邀请 只不过那个时候 他自卑于自己女生男相不肯上台 但是又不过有个执着的导演 摸了他三个月 这才答应的 周深的强大从盲选的时期 就已经彰显了出来 一手欢颜轰动了全场 一度火遍了全国 之后的一系列舞台也发挥的非常好 虽然是男歌手 却更擅长唱女生的歌 甚至比女生唱得更美美 可是 就是可惜后来被纳英早早的淘汰了 最后只能够止步于此 当时纳英的淘汰 引起了网络上的一片哗然 觉得纳英挑人没有眼光 好在周深没有因此埋没 反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脸 当时一系列不看好他的人 一手大鱼再一次的势如破竹 到这个时候周深的鸣声彻底的压不住了 不仅一夜成名 还为奥斯卡影片演唱了歌曲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巨星 当初令他自卑的嗓音 为他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让他年纪轻轻就已经走上了 别人奋斗好久才能够到达的道路 参加了我是歌手 参加了一系列综艺 凭借他跟唱歌史完全不同的性格 全本无数 周深终于大红大紫 现在的他已经可以坦然的面对 那些故意针对他的女生男相的评论 他不再懦弱感恩那么多支持他的人 他的成名录虽然坎坷 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句话 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他不是一炮而红 而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经过了口口相传的安利 看着现在的周深不知道哪应做何感想呢 中国好声音2020定档 但是导师却依然举起不定 华晨宇能够来吗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音乐节目 中国好声音显然具备了极强的号召力 在这个系列的舞台上 曾出现过诸多优质的歌手 像梁博 袁雅维 极客军艺 张立成等等军事从其中走出来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节目场外的质疑声也是不断的加大 原本单纯的音乐比赛最后变成了一出戏 这让很多观众大感失望 说实话 国内的综艺可能都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结局 然而今年由于导演的提前官宣 中国好声音2020率先锁定了两位导师 分别是李健和李荣浩 相信经常观看好声音的朋友 对于这两位歌手都是很熟悉 他们一个是史上口碑最好的导师 另一个则是去年的冠军导师 约情与李都将会是今年的一大看点 而另一方面 李健和李荣浩的出席 让原本有些默契沉沉的中国好声音 再次换发了青春 不少观众都充满了期待 相信他们可以拯救节目的口碑 好了 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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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